剛才那種蜂蜜要怎麼做一罐的蜂蜜 大致上我們想回來的 水分農是百分之一十五 賞吃 那教官會去拜託 跟我們改工農收 過程我們都沒有再天吃也沒什麼 好那我們剛才早上 已經去那個蜂農李大哥那邊炒完蜜了 那李大哥說他會把這個蜂蜜 給新鮮送來這個加工廠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加工廠 蜜蜂工坊的 那身旁是我們這個Aaron 大家好我是蜜蜂工坊Aaron 你覺得他長得像那個嗎 蜜蜂蜜 小時候的偶像 最近都比較說像呱吉他有一定難過 我們早上非常辛苦 早到李大哥那邊去看 那因為蜜蜂工坊跟全台灣有超過100戶的蜂蜂戶 做一個合作 那他們所生產下來的蜂蜜呢 就會送到我們蜜蜂工坊的工廠 那這個工廠也是目前全台灣規模最大 而且已經通過FSSC 2,2萬2這樣子認證的一個廠方 從產地新鮮下來的蜂蜜 它到底需要經過什麼樣的過程 這樣子消費者手上這瓶蜂蜜是怎麼出來的 我們帶大家來現場自己 OKOK沒問題 那我們現在就跟著Aaron進去那邊參觀 那現在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 我看很多這個很像 汽油罐 石油大根吧 其實我們有堅持在做石油 因為我是想說我不是來一個蜂蜜工廠 我還是說明一下啦 這個都是標準食品級在用的 那國際上在用蜂蜜原料的標準筒 就是這樣子300公斤的筒子 蜂蜂他們採完之後 會用這樣一罐一罐來給你們加蜂蜜 早上我們有看到 它就是把所有蜂蜜抽進來 每一桶蜂蜜來講的話 它上面的來源 蜂蜂 其實樹蜜種地點我們全部都會做的資料 而且每一桶上面都會上蜂蜜條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檢驗中 處理的蜂蜜 我想問一下他們這樣在檢驗中會過期嗎 不會其實蜂蜜啊 蜂蜜其實從產地採收下來的時候 我們待會就會看到說 它到底需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那其實當中有一項步驟非常重要 就是做水分的濃縮跟排除 某種程度上來講的話 不會壞定義是 它不會有菌 但是其實蜂蜜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你水分控管沒有控管好 它還是會壞掉的 所以我們必須趕快來做第一階段的處理 我想說這邊是這個低溫溶解 低溫溶解這件事呢 就是說 大家可能都知道蜂蜜會結晶 但蜂蜜結晶呢 它有幾個要件 溫度低 蜂蜂含量夠高 但是其實啊 這件事情不是絕對 有一些蜂蜜它的特性 它在夏天就會結晶 我們剛採收進來 它就整桶就結晶了 從液態變固態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把它做結晶還原 我們是把蜂蜜做 像讓它泡三溫暖的概念 我們這邊有兩桶水 它的水溫設定會不一樣 那我們有我們的參數 它比如說是45度的水溫槽 你要泡8個小時 然後移過去可能在42度的水溫槽 你要再泡幾個小時 它的目的就是要讓它做結晶的還原 我們利用現代的科技 它還是可以保留它最原始的營養成分 我想問一下說 那如果在外面我們 不知道壞掉的蜂蜜要怎麼辨別 蜂蜜壞掉來講的話 在傳統 如果你家有那個3公斤的塑膠桶 那個就更像汽油桶了 如果看到你的蜂蜜的容器 它開始膨脹 那你打開它 就有一股氣跑出來 它一聞酸酸的 這個就是蜂蜜發酵壞掉 因為台灣還是很潮濕 這邊來到就是我們的 蜂蜜的真空濃縮系統 現在在做真空濃縮的部分 所以我們茁莊都要完全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早上有看到養蜂場下來的蜂蜜 其實它是很液態的 它不像我們看到的那麼濃稠 剛剛有講到說 蜂蜜不會壞 最關鍵的步驟 就是在這個蜂蜜真空濃縮 我們一樣是在低溫的情況下 就可以做水溫排除 我們把蜂蜜含水量 可以上到20度以內 好是符合一個國際標準 該不會這一整個裡面都是蜂蜜吧 我們這個是目前全台灣 最大做的 連續型真空濃縮系統 所有的蜂蜜 我們會分類分齊以後 在我們檢驗完 然後做連續式的一個真空濃縮 所以我們可以確保 我們的品質 風味達到一個均一性 我想去裡面游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小焦文魚的概念嗎 蜂蜜從這個大的統潮進去之後 經過三道的顧綠潮 一號二號三號 一層又一層又一層的過濾 這樣子的蜂蜜 就會進來到我們前面冷卻潮 那個開關只要一拉開 我們覺得要閃遠一點 哈哈哈哈 我們是快接頭啦 它都會接管線 再裝到我們的儲存容器 儲存容器來講的話 就會進行到我們待會的原料儲存區 進來有沒有感覺到一股涼液 這個量太涼了 其實這邊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剛剛蜂蜜做了這麼多的一個濃縮 我們為了妥善保存它 做的冷藏的蜂蜜原料儲 但是我們這麼做的目的也是說 現在夏天凍則快40度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蜂蜜它是不容易做一個保存 在外面形成20度 其實我們的溫度會 看它的狀態 我們會去做一個設定 蜂蜜所以是一個最舒服的環境 它有分這麼多顏色 是關於不同的蜜嗎 再來跟純度比較高 我們這邊所有的都是純蜂蜜 每一區每一區就是一個種類 一個種類的蜂蜜 我只幫他下降點 做下一步驟是高的 下個步驟我們就會開始 進行我們的生產線 剛剛蜂蜜從冷藏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個很像加油管的東西 把裡面的蜂蜜抽出來 因為我們的蜂蜜大部分都是在管線內 是不是看不太到蜂蜜 所以我們其實在每一個關鍵環節的時候 它都有一個防護的裝置 像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都有符合所謂的防孔 防孔 在這一間 其房間它都是有鎖的 待會進去讓我們關鍵的調配室呢 也要有磁控 而且這個磁控不是每個人都有 不免有恐怖分子 入侵到我們工廠 好 到我的眼睛 欸你是不是認真的 我是開玩笑的 這樣子的蜂蜜抽取完之後 進來到裡面的調適室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進來聞到 很香的味道 更甜 所以看我們為什麼要上鎖 因為蜜蜂等一下聞到香氣 好 我們這邊主要在做一個 君子調配的動作 什麼叫君子調配 因為蜜蜂是野外的 一隻蜜蜂它半徑飛行距離是3到5公里 所以它基本上踩賴的蜜種 即使是同一批 它的風味還是會有不一樣 在專業食品場裡面 然後讓它的風味 色澤 甜度 可以達到一個均衣性 然後之後我們全部都是同蜜必性的管線 所以看到這邊管度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蜜蜂真的會聞到這種味道 當然是真的也會過來 然後連聞到香水都會追 鮮羊蜂蜂千萬不要亂想 你小心點啦 這其實我已經來到不知道第幾關 所以看起來都超不到 蜜蜜感覺很簡單 其實生產很不容易 那從剛剛樓下君子草上來之後的蜂蜜 我們就會到我們的靜置的蜂蜂 看到這邊有非常不同的蜂蜂 那每一顆蜂蜂代表就是一個種類的蜂蜜 你也不能說生產的時候你沒有去分類 它所有的管線上面都還有號碼 千萬不能知道 等一下爆出來 你要負責修好它 所以我們都是獨立的統朝 獨立的管線 那在這邊做一個靜置 靜置完的蜂蜜我們才會生產 最後再從它的這個過濾器 然後打到樓下 然後樓下不斷在做生產 好 我們終於應該來到最後一關了吧 最後一關就是準備生產 所以蜂蜜從源頭採收進來 也要經過這麼多的環節 你以為就是要找到我們那個吃蜂蜂吃一次就有 你以為就是那個就是拿個桶子倒進去 裝灌自己鎖起來 就可以賣了 其實沒有 其實還有很多步驟 這是大家都不曉得 我們整個產線都是屬於全自動化的方式在做 第一關就是自動氣息零雞 它是把它夾起來 然後倒立然後吹風進去 再把充雞吸出來 然後確保說不會有任何的雜物 或者是免續這樣 做完氣息之後就往前倒了充填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所以看到我們的蜂蜜 經過自動充填機來講的話 人員在生產過程中 它就不會跟蜂蜜有直接的接觸 那蜂蜜從自動充填之後呢 那我們人員會把瓶蓋放上去 然後讓它繼續跑到自動鎖蓋 所以從自動的氣息機 到充填機 到鎖蓋機 到手塑膜機 最後自動貼標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一瓶一瓶的蜂蜜 就是這樣成品 所以經過了這樣一連串下來的蜂蜜呢 在生產過程中不會說 欸這個有人員的二次污染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裡面是一層又一層 安全房屋做得非常到位 啊剛才不是已經看完生產就算是帶我們去喝蜂蜜 最後還沒有結束 蜂蜜出來之後呢 那我們會做一個 剪貨雙箱 那包裝機來講 它放好之後它就開始跑 然後到自動蜂箱 過完自動蜂箱之後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過棒的減出機 所以這個裡面的蜂蜜 空間有沒有可能只剩8分滿 7分滿 經過這個過棒減出機 它就可以確認說 這一箱是完整的 重量也是達到標準的 OK之後的蜂蜜 我們才會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去前面試一下我們的蜂蜜 早可以來喝這個 剛才進來就很奇怪了 那不是要請我們嗎 蜂蜜怎麼會是麥當勞 沒關係 你先喝再說好不好 怎麼樣 有一點點 就看一樣 這是我們跟麥當勞 在五月中開始合作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是做蜂蜜紅茶 那也有蜂蜜咖啡 麥當勞有跟你們合作 對其實包含還有很多的 外國性的美商 像Disney 我們也是全台灣有家的廠商 還有一系列小熊威尼的蜂蜜 你沒吃過 是在電視上看過 現在終於可以吃吃看 這樣講起來 可能在生活當中 不知不覺就會要有家的餐廠 其實你在市面上看到 大部分有用蜂蜜的 是跟我們合作的居多 會有這麼多跟我們合作 主要也是今天我們這樣看完 其實應該很少會看到 環境這麼乾淨的一個市面廠 我剛才有注意到 其實市景地方 工廠這麼乾淨的地方 應該蠻少 你在路邊 看過那種蜂蜜 那種蜂蜜啊 主要去分別它是真假的 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在路邊其實蠻多是屬於 觀光性質 其實蜂蜜它從產地 採收回來 到我們為什麼剛剛看到 一環又一環的生產 然後一次又一次的檢驗 所以其實每一年蜂蜜 從我們這樣子在做檢驗 就打掉大概有三成的蜂蜜 是不會過的 在品質的把控 可以說是說到低水波 看得出來 我今天早上看完 就想說 那這樣子 好像也蠻好賺的 有沒有 也去弄一個 看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對 看起來很容易 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下午在看那些機器 我真的 我會混淆 蜂蜜會不會撞眼 撞眼 撞眼 你試試看再跟我說 我先回家 好好吃 感受一下 蜂蜜工坊每一年持續性 到現在 我們檢測上面 我們最少都花三四百萬以上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剛剛現場有看到 有一桶一桶 300公斤大鐵桶 我們針對每一桶蜂蜜 我們還是做全檢 所有跟我們配合的蜂蜜 所有的蜂蜜 每一桶 全部都要抽一樣 而且呢 我們的蜂蜜 我們還有一個黑名單的紀錄 如果今天被我們檢驗沒有過的 這樣蜂蜜會毀 如果三次 不然是拒絕往來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的蜂蜜呢 在上面都有一個QR GO 這個QR GO可以幹嘛 你知道嗎 你只要在買之前 我們只要掃進去 進入到蜜蜂工坊的 食品安全的平台 注入這一個P號 就可以知道說 你手上這瓶蜂蜜 到底它裡面有過 怎麼樣的檢驗 它的來源是什麼 所以你可以先看 再決定你要不要買 這是我們一定可以做到的部分 你也懷疑 買這點吃下去 遇到也好不好 還一年後 爆出食安新聞 說這個蜜是假的 在蜜蜜工坊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完全 你可以對這個蜂蜜 這些知識認知 完全不一樣 不是暴力啦 不是 不會想養 不會想養 沒那麼簡單 那今天這次影片 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訂閱小鈴鐺 還有分享按讚 後續呢 這邊我會放上他們的粉絲 購買一些資訊 那就期待下一集的 先讓我再謝喔 掰掰 掰掰